老梅国小福射幼儿园25号举办圣诞亲子活动 邀请爸爸妈妈们一起同乐 从成果验收到亲子体操 最后是亲子趣味活动 爸爸妈妈们与孩子都笑得相当开心 今天是圣诞节 时门区的老梅国小福射幼儿园 举办了亲子共度圣诞的活动 邀请小朋友的家长来到学校中 看看小朋友平时在学校的所学成果 也要跟着儿子女儿们一起做体操 亲子趣味活动 一起共度一个上午的时光 老梅妇幼期待透过家长与孩子们 一起活动增进亲子情感 也感受圣诞感恩的气氛 今天是圣诞节 那我们老梅国小福射幼儿园 特别在今天办理一个圣诞节的亲子活动 那希望让家长跟孩子 共度一个温馨欢乐的一个时光 那今天活动非常的丰富 那包括有母语的教学 还有我们亲子的体能闯关活动 另外我们等一下会安排 生日老公公来发礼物 还有江敏露的DIY 那最主要的用意就是希望我们 爸爸妈妈跟孩子 一起来动健康 那我们也创造一个让孩子 跟爸爸妈妈共同学习成长的机会 让大家度过一个非常快乐的圣诞节 一早孩子们念了一段母语通谣 随后跟着爸爸妈妈们一起动起来 跳暖身体操 再来是走木梯带鼠跳 与呼拉圈游戏等活动 小朋友因为有父母都笑得相当开心 而父母更是说平常忙与工作 少有时间亲子互动 今天闯关群威竞赛 可以说是难得的互动时光 对啊 今天就是第一次这样 感觉很棒 为什么很棒 就是很少有这种活动 然后刚刚有趁学校办的时候 然后一起跟小朋友一起互动 闯完了 那今天跟小朋友一起互动感觉怎么样 很好玩 怎么说好玩 就平常在家比较少的那种亲子的活动 就是有时候现在家长比较忙啊 所以就是可能就是等家 学校有安排才会有这些互动 所以这一感觉很棒 还不错 开心吗 开心 开心哦 那你最喜欢哪一关 呼拉圈 为什么喜欢呼拉圈 呼拉圈很好玩 而活动的最高超是扮演成圣诞老人的校长发礼物 孩子们都相当兴奋 可以见到圣诞老公公 也得到了一人一份的圣诞礼物 而老妹妇又要制造亲子的欢乐时光与氛围 拉近父母与孩子的距离 在这个感恩的节日里表达感恩之意 让亲子都在充满爱与欢乐的环境中学习与成长 记得到平安师们采访报道